重揭今生善果,为现世造福,为来生结缘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语,我是厚普 喜欢,请您关注我们,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龙年处处陷阱,生肖龙、兔、狗、牛小心中招 天使地利人和,被誉为成功之路上的三大法宝 自古以来,无数成功的势力都在诠释着这三大要素的重要性 若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同时拥有天使的眷顾、地利的助力以及人和的凝聚 那无疑是如虎天意,能够在各种挑战中迎刃而解,勇往直前 然而,随着时光流转,2024年对于某些生肖而言,似乎并不那么友好 这一年,四大生肖似乎失去了天使的庇佑 仿佛被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但请记住,成功并非完全依赖于天使的恩赐 我们还可以通过努力把握地利与人和来弥补这一步足 在接下来的篇章里,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在这一年里需要格外小心的生肖 看看他们是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会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智慧来化被动为主动 迎接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功和幸福 毕竟,成功之道从不单一 属相龙 年份,1940,1952,1964,1976,1988,2000,2012,2024 属相龙的朋友们,当你们踏入这个龙年之际 务必要警惕潜在的危机与陷阱 2024年对于属龙人而言,是个充满挑战与变数的一年 因为你们将迎来双重当值的考验 这意味着在事业和财务方面 你们可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甚至可能长时间陷入失业的泥沼 手头资金严重匮乏 这一年,身边将充斥着各种小人 尽量保持干净、简单的社交圈 不要盲目结交太多的无道之友 也不要过于坦率真诚 尤其是与新同事或是新朋友聊天之时 要有所保留 对于中年属龙人来说 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 无疑是对家庭日常生活开销的巨大打击 可能会让你们倍感压抑 但请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你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去克服内心的痛苦 重新站起来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积极寻找新的赚钱机会 是走出困境的关键 从贵人角度来看 你们不妨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或许能为你们带来新的机遇 同时,也要学会倾听他人的建议 虚心接受批评 这样才能更好的成长和进步 在宫位方面 属相龙的朋友可以通过调整家居布局或工作环境 来化解一些不利因素 例如,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摆件 或者在工作区域放置一些能够提升工作效率的物品 总之,属龙人在2024年要时刻保持警惕 勇敢面对挑战 只要你们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努力寻找新的机遇 属相狗 年份 1934、1946、1958、1970、1982、1994、2006、2018 属相狗的朋友们 当你们步入2024年假成龙年之际 或许会发现贵人之力并不如往年那般容易寻觅 这一年,无论你们如何努力 似乎都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换来相等的回报 这可能会让一些属狗的朋友们感到有些失落和沮丧 但请记住,这只是暂时的困境 在工作中,属狗人可能会发现自己仿佛成了透明人 即使付出了很多努力 也很难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赏 这会导致职业发展的道路变得曲折而艰难 收入也因此受到影响 然而,这正是考验你们毅力和耐心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此而颓废放弃 而是要继续保持它是努力的态度 同时学会低调内敛 用实力和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此外,属狗人在这一年中 还要格外注重金钱的管理 不仅要努力赚钱 更要懂得如何省钱 合理规划开支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这样才能在经济上更加稳健 从贵人角度来看 虽然今年贵人之力不显 但你们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的能力和魅力 来吸引更多有益的人脉资源 同时也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 为未来的人生道路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工位方面 属狗人可以通过调整家居环境或工作环境 来提升自己的运势 例如,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摆件或绿植 或者在工作区域放置一些能够提升工作效率的物品 这些小小的改变或许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 总之,属狗人在2024年虽然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 但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行动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属象牛 年份,1937、1949、1961、1973、1985、1997、2009、2021 属象牛的朋友们 2024甲晨龙年可能会发现这一年过得尤为艰辛与困难 生活中,你们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口舌之争 身边不乏有重伤你们的人 使得每天的心情都显得压抑而沉重 在这样的环境下 若缺乏他人的赞扬与认可 你们可能会变得愈发谨慎小心 甚至有可能选择彻底放弃 陷入颓废之中 对于已婚的属牛人士来说 这一年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家庭争吵 家庭氛围压抑而糟糕 使得这段婚姻关系面临巨大的挑战 难以长久维系 此外,属牛人在2024年 还需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因为出言不逊而得罪身边的重要人物 从而导致财运受损 在赚钱的道路上 你们可能会遇到诸多坎坷 因此务必要谨言慎行 说话前务必观察周围的环境和人 从贵人的角度来看 属牛人在这一年 或许需要更加主动地去寻求他人的帮助与支持 你们可以试着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 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或许能在关键时刻 为你们提供宝贵的建议与帮助 同时 你们也可以多关注身边那些 能够带来正能量的人 他们的存在或许能让你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 在宫位方面 属牛人可以通过调整家居布局或工作环境 来提升自己的运势 例如 你们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摆件或植物 以增添生气与活力 在工作区域 也可以适当摆放一些能够提升工作效率的物品 以改善工作状态 总之 属牛人在2024年 需要更加小心谨慎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困难 只要你们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主动寻求帮助与支持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属相兔 年份 属相兔的朋友们 对于出生于1939 1951 1963 1975 1987 1999 2011和2023年的你们 2024年 似乎充满了挑战与考验 连续两年 生肖兔似乎都处在一种受困的状态 人际关系变得复杂棘手 仿佛所有的问题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 集中爆发 无论是与朋友还是同事之间 矛盾与纷争似乎总是如影随形 难以寻觅到那份真正的理解与信任 在困境中 你们往往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更令人担忧的是 新一年的家庭情况似乎也开始出现波动 家中可能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 比如电器设备的损坏 老人健康状况的恶化等 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 无疑会加重你们的心理负担 同时也需要花费不少精力与金钱去解决 然而 困境之中也蕴藏着转机 在这充满挑战的一年里 你们可以尝试从贵人和公位的角度 寻求改运之道 寻找那些与你们命格相合 能够给予支持与帮助的人 他们或许能成为你们走出困境的关键 同时也可以关注自己命盘中的集位 通过调整家居布局或工作环境 来增强自身的运势 尽管前路充满荆棘 但请相信 只要你们坚定信念 勇往直前 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愿蜀象兔的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 在2024年的龙年里 蜀龙、蜀狗和蜀牛的朋友们 或许会感到路途尤为崎岖 挑战与困难 似乎比往年更为密集 然而 我们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勇敢地迎接每一个挑战 用智慧和勇气去化解困境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幸福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倾听他人的建议 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通过彼此的支持与帮助 共同走出困境 迎接美好的未来 最后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龙年里 无论遭遇何种困境与挑战 都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勇往直前 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记住 成功之道从不单一 只要我们肯努力 肯坚持 就一定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